两个证据表明孟加拉国民众抗议运动背后有美西方严格之手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严实军 欢迎收看严实军论评 今天论评的主题是 哈希纳辞职逃离孟加拉 两个证据背后有美西方严格之手 大家都看新闻了 孟加拉国总理哈希纳辞职并且逃离出国了 前些天孟加拉国的民众抗议活动还在逐渐平息当中 但没想到风云突变 一下子形势又来了个惊天大逆转 为什么会这样呢 根本原因在于孟加拉国自身的内部问题 但与此同时咱们也不能忽略了外部势力对这件事的影响 说的直白一点 就是这次事情背后有美西方的严格之手 凭什么这么讲呢 依据在哪里呢 有两点 其一 今天五月份的时候 哈希纳爆料 年初大选之前 美国上门威胁他 要求他同意让美国在孟加拉国圣马丁岛建立一个空军基地 不然的话 美国就要找他麻烦 这和现在孟加拉的局势完全对上了 其二 早在一月份孟加拉国大选之后不到三天 美国外交界非常有影响力的外交官杂志发表了一篇评论文章 里面清楚地预言了孟加拉国之后将会发生街头骚乱 注意预言两个字 我打了引号 为什么呢 咱们很多人其实都对预言有种迷信 觉得预言成功的人都眼光长远 高瞻远瞩 我不否认 在这当中确实有这样的人 像毛主席抗战前十几年就预言中日必有一战 抗战刚开始就预言会是一场持久战 但中国一定会赢 但是更多的所谓预言家其实都只是政策的制定者 实施者或关联人员知道更多的内幕消息罢了 比如巴菲特当了几十年古神被全世界传的神火起始人 但仔细看他近些年的动作已经越来越是政治上的巴菲特了 利用自身影响力引导各国资本帮美国利益集团达到目的 说白了他就是美国利益集团的高级代言人而已 如果觉得这个例子还不够透彻的话 那再说个更明显的 佩洛西的丈夫在微软股价暴跌前一天 把手里的股份全部抛售了 买入英伟达 要是普通人都不知道他的身份 那这不又是一个堪比甚至超越巴菲特的商界预言家了 所以说到底哪来那么多预言 都是普通人后知后觉 说回孟加拉这件事 外交官杂志所谓的预言文章 到底是真的预言还是早有预谋 恐怕就只有美国人自己心里清楚了 另外在抗议一开始 学生团体就明确表态了 并不是要完全废除配额 而是不满公寻后代的配额太多 在孟加拉政府妥协以后 他们的目的已经达到了基本满足了 所以局势也逐渐平复 这第一阶段确实没有太多颜色革命的迹象 但之后的第二阶段 明显可以看出 美西方政府和人权组织 加大了支持力度和舆论引导 颜色革命的影子已经很清楚了 好本期的话题就论文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